我基本上覺得因為電影它是一個團隊的一個工作 它不像文學 不像繪畫 它可以一個人完成所有的事情 那它監視到資金也非常的龐大 那在很經常碰到的狀況是導演 或是在以前我所碰到的狀況 譬如說秦菲得以扭神熱導演 他同時是導演 那其實他自己就是老闆 然後他自己還演男主角 就是一個非常忙碌跟分身乏術的一個狀況 然後到最後的發行也是他自己做的 那其實在台灣拍電影 台灣電影很苦命 一個人要兼五六個角色 對 就是校長兼狀中 就是說你繼續在一個房間你把燈打開 然後大家辦一個party 然後最後大家都走了 然後在那邊收垃圾 但是電影還不錯嘛 我覺得影廳看起來還不錯是不是 對啊 所以就是導演 他覺得很值得 就這麼辛苦很值得 我覺得很真實拍的 他就是把那個輔導金拍到那個電影 對 他怎麼樣去送輔導金 怎麼樣爭取案子 後來發現完全在找資金過程中 是另外一回事 他覺得很挫折 對 其實是一個蠻寫實的一個狀況 那那他怎麼說 他經常面對一個分身法術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怎麼說 不知道該怎麼說 他他在很多很多狀況下 他變成他的意志力要非常的非常的強大 他會崩潰 對 然後你要一邊拍片一邊找錢 然後這前後的時期其實我覺得通常都會長達兩年 那我覺得在台灣做不管是導演或編劇 那常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是 當一個東西你必須要第一個進來 然後最後一個走 然後前面前後長達兩年 那是一個蠻消耗的一個事情 那然後也常常負擔了很多其實不應該是你負擔的事情 然後或應該是有更專業的人來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那並不是一個好的一個狀況 那譬如說以 假設說以去年比較成功的片子 《海角七號》或是《九南海》 或者是林書玉導演的《九降風》 那他們做完了一個片子之後 他們要從頭到尾做完 然後他們要再做下一個片子 然後又要籌備或什麼 他們的那個期間會拉得非常的長 所以說那變成等於說一個導演 或是一個編劇他創作的產量就會 可能也會因此的降低這樣子 對